那么相关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郑老师 就是川普曾经说一旦解放军物动台湾 他就会对中国大陆的商品 征收150%到200%的关税 那么有舆论声称 这是川普开出的卖台的价码 那么您怎么看川普的一系列言论呢 川普会不会卖台 当然是见仁见智的 在这个犀利学里有个原理 就是说这个人脱口而出的这些话 没有一句话不是潜意识的反应 那么像川普这样反复的去讲 台湾的保护费问题等等 实际上也反映了川普或者特朗普 在台湾问题上他有一些潜在的理念 这些理念这些想法 是不是最后能实现 美国的体制会得到约束到什么程度 这也是一回事 但是他是不是这样想 我认为他当然是这样想的 他说这个解放军一旦 这个武统台湾 要收对中国大陆商品 收150% 到200%的这个关税 我听了这个说法 我很吃惊 我看到美国的智库也好 一些政客也好 他是这样讲 一般都这样讲 如果大陆攻打台湾 那么这个就不是征收关税的问题 叫全面中断和中国大陆的贸易 而且还要动员他的这个盟友伙伴们 中断 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报言 这才是一个正常 正常思维 那么这个 那么特朗普竟然说 收税 反映了什么东西 他反映了 在他的头脑里 这也许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对吧 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通过这样一种收税的说法 我敲诈你 对吧 我是不是会造就这样一种情景 我事先告诉你 150到200关税 那你给我多少钱 我到时候就把台湾给卖了 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呢 在他潜意识里 我们是不能去排除这个想法 不能去排除的 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呢 有一个得形象的比喻 那么呢 这个我看到博尔顿 就是他这个在位的时候 那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当然后来呢 因为两人政见不合 被开了 但是这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 前几天接受这个媒体采访 是吧 人家问他 特朗普会不会出兵啊 会不会保护台湾啊 那么这个博尔顿说的很清楚 他说特朗普经常 这个讲 这个 拿个圆主笔指着尖 他说这是台湾 然后那个把他办公桌一指 用个圆主笔一指 说这是这个 中国大陆 他说他经常这样讲 不是一次来讲 所以在他眼里 这两个的孰清孰重是很清楚的 那么这两个到底怎么处理他彼此的关系 他当然是不是能从中敲诈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我觉得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 自然而然可以想的 特朗普呢 是所谓非典型政客 那就意味着呢 我们对特朗普 那么包括他下一步 恐怕他要选的执政团队 他会接受他上一次 这个经验教训 上一次他的执政团队 大家有四年之内 可以说这个重要位置 一波换了一波去换人 对吧 为什么要换人呢 是因为理念不一致嘛 那么这一次呢 恐怕要接受跟他理念相一致的 或相近的人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特朗普的色彩呢 只会更浓 假如他当选的话 只会更浓 他不会那个更淡化 那么在这样一个 特朗普这样一个 非典型政治人物的面前 我们不能用传统的 对美国的这种分析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分析 这个对外政策的分析 去框架 去认识 去认知 他的台湾问题 包括你所问的问题 这样一个 因为一般的从常理来讲 这能交易吗 对不对 这个第一岛链 刊字这个潜似中国大陆 让他触不了海 我当然多少钱我也不卖的 但是不要忘了 这叫非典型政客 对吧 他在这个整个的选举过程中 钱可以说呢 就业机会 产业回流 让美国安全起来 让美国发财 还是让美国 这个继续伟大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这个根本动力 他要为他的选民 去解决就业机会 虽然他年龄很大 但是我不相信 假如他当选以后 那么干了四年 他不想下一个四年 他就要兑现承诺 那么台湾 他的台积电 大家刚才看到了 实际上在我认为啊 在我的头脑里 台积电对于特朗普来讲 不见得是什么这个产业链安全问题 是因为台积电生产的这个芯片 这个高端芯片是现在这个地球上啊 最赚钱的大宗行业之一 而这个大宗行业过去这笔钱是美国人赚的 我们都还记得英特尔对吧 我记得我用电脑这个CPU 从英特尔 从8088 8089 80286 80386 80486 80586 对吧 后来突然没有了 后来突然换成了台积电 如此高利润的 这样一些产品 他当然不希望 是台湾生产 他希望在我这里生产 这才是根本目的 而且他这个里面是有潜采词的 你偷了我的技术 那么他会不会对在台湾 生产的这些芯片 征收高额关税 因为在特朗普的上一任里边 他对台湾很清楚 必须削减那个你的贸易 我的贸易力差 你台湾必须加大我的进口 必须你做不到的话 那么我就增加关税 那么这个芯片 作为这么一个高利润 这个高利润 那么有的产品高利润 他钻石 他利润是挺高 但是他的量少 芯片是巨量的 对不对 他当然我认为 他的骨子也是要把台积电 弄到他那里去 那么不一定是把台积电 拿这个三个字弄过去 这是第一步 他要把他的技术 他就回了把他的英特尔 把他的高通 把他的这些 重新占领当年那个位置 所以说呢 我个人总结一句 就是说你刚才问的问题 我如果从一个传统的 对于这个美国的认识来讲 这个当然是无稽之谈了 对吗 但是非传统的人一上来 那么选民的这个声音一上来 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 好